关带的话呢 我们先来看哦 它叫做形容词子句 我们刚刚看到副子子句呢 就是有副子功能嘛 代表时间啊 因果关系啊 条件啊 还有什么让步啊 虽然但是的 那如果是形容词子句呢 你就记得啊 这是子句 就是主词动词 有一套主词动词 它来有形容词的功能 那形容词的功能就形容主词 跟授词了 形容名词了 那有哪些呢 我想大家从小都知道了 关带有这些从属连接词 有who 有whom 有that 还有which啊 那我们呢 可以把它分成代替人 或者物的这几个哦 代替人的话呢 我们可以有who啊 whom啊 或者是who 这个之后的 我都会一个一个跟各位说 代替物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有which吧 which很简单 你就不用分什么 有whom的 有什么差别的 它全部就是用which了 但是提醒各位 如果是所有格 比如说公司的 家里的 你的 或者说什么车子的什么的 它没有分人或物 它就是一样全部都是用who's 那接下来的话呢 代替物的话 两个人跟物都ok的话 我们可以用that 可是在它事实上也有一点限制 等一下我们再提 那怎么做呢 我们在 如果关带人 我们在形容主词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在主词的后面 然后呢 你看 关带出来 形容这支句往后放 看你要代替人 然后代替东西 或者两个都可以 然后呢 我们后面呢 再加上句子的动词 比如说呢 我们来看这个句子好了 man who are not married we are called bachelors bachelors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呢 它是学士学位的意思 可是在以前呢 叫单身汉啊 可能以前你知道家庭 只有男生他可以念书嘛 男生念书 还没念完 那就还没有结婚 那个叫单身汉 你看这个句子哦 我们上面的黑色的字啊 这个s就是这个man man是一个名词对 然后呢 我们用形容词子句来修饰它 那who呢 当然也就是这个man啦 who are not married 然后接下来呢 再加一个黑色的动词 是r的这边 所以你看 可以看到 我绿色的这一套 由互为首的主词动词 它就形容这个man 然后呢 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跟它一致的动词在后面 叫做r哦 那还有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往下看 有另外一种关带的位置呢 它不是放在我们句子的主词的后面 它可以放在任何句子的 一个名词的后面 反正它就是形容名词的嘛 然后呢 它后面呢 再加上关带 那我们再来看例子好了 所以你看这里写 last year we vacation in Cozumel 然后呢 这个地方 它用which来形容它 所以事实上啊 这个句子我们来看 它一个组织动词的黑色句子写完了 然后我们后面的话用which在形容这个 Cuzumel这个地方 要跟各位提醒的是呢 我们上面这个句子啊 是大家比较容易写错的 下面这个倒还好 上面是怎么写错呢 很多人写man 然后写who are not married 所以这里就打一个句点了 但是它忘记了 我们的关系子句啊 它事实上还要靠另外一个 这黑色的主要子句 才能成为一个句子哦 所以你前面写个名词 后面不要忘了还这个名词的动词给它 喔 大家想让这个带大家 看来 到时候 difficulty 我来看看